内行凑上来指点 开始大家还不以为然呢 结果顾飞几次指正 众人终于意识到 这人原来不是只会单枪匹马乱砍的 顾飞的指导下 众人很快掌握好各自的节奏 一波攻击落到小怪上去 顾飞的眼力都看不出有什么前后差异 小怪被几人当成是逆流而上 反复尝试 终于把如何开信号 如何棋手都掌握清楚了 而接下来就是找逆流而上去实践了 一行人信心十足 这时候又不理会顾飞这个导师了 只派他去打听逆流而上的所在 顾飞那个郁闷呢 他上哪打听呢 就这点好友 于是给见鬼他们发消息 看到对酒当歌的人没有 对酒当歌的 东北营地呢 干嘛 我们要干掉逆流而上 顾飞说 别开玩笑了 知道这边有多少人吗 见鬼说 我们有个计划 顾飞如此这般一说 见鬼听完道 那万一逆流而上 是在复权是在复活营地里的话 你们人一迈进去系统就提示了呀 不暴露也暴露了 这个呀 顾飞一争 这问题他们这边竟然没人考虑到 看人家见鬼 不愧是老骨灰 考虑细节比这帮丫头靠谱多了 结果顾飞这边反馈了一下见鬼的意思后 喜小天笑了笑说 谁说我们要主动找上去的 我们约他出来 没准天帮忙 他脑袋短路了一下 几个人行动 不是更省事了 你准备怎么做呀 所有人看着喜小天 顾飞很郁闷 这是什么现象 怎么这个骗子丫头搞得像老大似的 喜小天也没客气 数着指头说 虽然事情听起来简单 但其实有很多细节需要仔细推敲的 我想说这个方案 首先是考虑到眼下这局势 城战期间 行会之间明争暗斗肯定少不了 现在局势僵持不下 找逆流而上谈一下这种合作 很大程度骗取到他的信任 不过 也是因为这种局面 逆流而上这人如果疑心较重的话 很可能会怀疑 这是其他行会的什么陷阱 怎么这么复杂 喜欢简单直接的西洋五 发现是长篇大论 就开始烦了 喜小天却只是笑了笑 接着说道 这种魔灵两可的局面 逆流而上会做出什么选择 不得而知 很有可能就是适当的观望 所以我们需要一点人来推波助澜 什么意思 众人不解 刚才你们都领到了 自杀逆流而上的任务对吧 喜小天说 对啊 大家点头 我不是 喜小天摇了摇头 我领取的是榜上第三 云中目的的任务 你这是什么药 反应快点的突然脑子中已经有模糊的概念了 我们需要搞一次营销 任务我们无力完成 所以我们想拍卖给以上两位行会 喜小天终于说出了他的计划真相 如果逆流而上听到消息会犹豫的话 当听到我们还会去找云中目的时 就算犹豫 他也要硬着头皮硬上 反过来对于云中目的也一样 其实 本来如果能领无视之鉴的话 他们两大行会之间较劲更厉害 更容易利用 可惜无视之鉴 刚才我试了 暂时不能领取 可能是因为某人之前有过失败的原因 这 这能行吗 大家惊讶 其实如果力量足够 完全可以领取更多的会长 一次召集起来 彻底一网打尽 但我们人手不足 全是这种会长级的人物 大场面下 没力量一次全给剿灭了 就像现在 我们需要五人一起出手 才能秒掉逆流而上 所以既然有云中目的一同来 可能到时都没有赋予的力量对付他了 不过 只要能够捉住机会干掉逆流而上 就算成功吧 习小天说 这办法太卑鄙了吧 顾飞说 势单力薄 要对抗千人行会 不出卑鄙一点的法子 哪有机会呀 难道他们会和你一对一的单挑 习小天说 啰啰嗦嗦那么多干嘛呀 人能弄出来 找机会干掉就成 管是什么手段 就这么定了 但这人怎么交涉出来呢 咱现在没办法给他们发消息呀 喜耀五说 哎 只能亲自走一趟了 但我不可能同时去两个地方 另一处要拜托另一个人去了 谁去呀 习小天问 我不去 这事我做不下 喜耀五说 大家点头 喜耀五 卖东西比较像 卖东西 一般人下意识会觉得有问题 其实有钱人也不是不珍惜东西啊 喜耀五淘汰下来的那些装备之类的玩意儿 也不是当街随便就丢 能卖钱的 一般也都卖钱了 只可惜 一般人 想当然的 就给这种顶级人民币战士定了性 如果需要五去搞推销 他们多半会觉得有些诡异 哎 有一点要声明 这事呢 虽然也是因为任务采取的计谋 但就像 某人刚才说的 比较卑鄙 所以事后很可能招致大行会的报复 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呀 喜小天又提醒了一下 报复 那有什么可怕的 我去 云香站出来 他突然发现 这堆人里 只有他和顾飞两个爷们 顾飞公众人物 这事做不了 他觉得自己要不站出来 那就太丢人了 哦 你准备怎么说 喜小天还要对他进行一下考核 云香想了想后说 嗯 就说我们行会领取了个任务 但行会小 没能力完成 现在想联系几家大行会 把这任务卖了 如果有意向的 请到某某处 这样可以吗 不行 有一个重点一定要说 任务必须是会长领取 没着限制 人大行随随便便 派几个人过来怎么办 喜小天说 这个这个怎么说 就说是任务要求 云香问 对 不过这种时刻 对方很有可能 要求直接和我们的行会会长 加一下好友直接对话 你怎么回答 喜小天问 这个会长 会长消息没开 云香有些回答不上 众人都笑了 显然这个理由 忒不过关了 这个时候最稳妥的办法 就是找一个人 来假扮一下 这个莫须有的会长 他得是中立玩家 这样可以和对方消息联系 我们因为阵营问题 无法消息沟通 这个比较难以搪塞过去 你看着我是什么意思 难道要我去假扮会长 不可能啊 顾飞说 当然不是 我的意思是 重申子经理 借个姑娘过来 然后我们这里 需要一个自由玩家 来办会长 众人都有些恍惚 原来挺简单的一件事 但在喜小天 对每个细节的推敲下 布置起来 竟然有这么多 繁琐的步骤 众人意识到了 这妞果然是职业骗子 娴熟又专业 如果更追求万无一失的话 最好连去交涉的两个人 也暂退出行会 就像刚才见鬼说过的 万一对方是在复活营地的话 我们没法进去 会暴露 喜小天说 你的意思就是借三个姑娘过来是吗 顾飞内心有一些纠结 因为喜小天的手段 让她觉得挺不舒服的 但是 这却又的确是在对抗过程中耍的一些伎俩 说的漂亮话 可以概括为引蛇出洞 实在也没什么可指摘的地方 看其他人都对喜小天的办法 没什么不适应 除了喜一五 厌倦啰嗦显得有些不耐 快找人呢 你还磨蹭什么 喜一五只图速度 不顾顾飞的纠结 在一边死催 顾飞犹豫再三 还是觉得自己应该对事不对人 这种办法把韩家公子搬过来 也未必想不出来 不过自己可能就不会这么反胃 说来还是自己对喜小天看法很大 但就这事上应该没什么吧 顾飞最终还是在行会频道里发了消息 要调三个人过来新行会 什么事呢 顾飞其实只是挂牌 属民意会长 实质上姑娘们当然还是听七月的 一点战术上的安排 需要人手配合 差三个 哦 谁去啊 七月向来讲民主 姑娘们一听是要搞战术 都没自信了 害怕耽误人正事 不敢吱声 其实就是来凑个数 什么事也不用干 换了行会继续成立任务就行了 顾飞说 一听只是如此 姑娘们的热心肠就体现出来了 不少人愿意帮助 顾飞很公正 点了最先出声的三个 潇洒地将人踢出了行会 行使了他当上会长以来的 第一次会长权力 见鬼 顾飞呼叫见鬼 有三个人加进来一下 呃 哪三个人呢 我们暂时需要三个人离开行会 所以暂调 重生紫荆三个人过来冲个树 顾飞说 哦 叫他们去申请吧 见鬼说 申请入会需要去行会大楼 而会长在千里之外 就可以收到行会大楼发来的消息 是否接受 不用再去行会大楼报道 你们到底要搞什么呀 见鬼同时问道 他这边带出来的 可以说是非常逆天的精英行员 全部都是高手 但是这会儿默默无闻地观察 等时机 想策略 比工程玩家还要一筹莫展 而顾飞那边 带了一帮参差不齐的家伙 但好像搞得非常活跃 见鬼不知为何 心里有点酸溜溜的感觉 顾飞如此这般说了一下 喜小天的计划 见鬼旁边那个人 也凑过来八卦地听见鬼现场直播 听完后 见男忧大发佩服 一下就暴露出他打结党的出身 和骗子真是蛇属一窝 对这样的手段由衷地赞赏 哎呀 这个计划很精彩啊 我觉得既然是搞就搞大点 我们这些人过来 咱们人手不就多了 多领几个会长出来 一网打尽 怎么样 见男忧这家伙开始得寸进尺地推波助澜 千里 你稍等 我们这儿有点事要商量 见鬼回了一下顾飞 回头和见男忧商议 你觉得可行 可行啊 非常可行 我想你应该也晓得 这个计划的刺杀环节 我们其实是很擅长的 见男忧倒是并不羞于提出自己的想法 一次性完成多个会长刺杀任务 奖励应该是很丰厚吧 幼哥也很动心 一人领一个会长 咱这可以领多少个呀 火然以数数 领太多的话有点不像了 我看领大行会的就够了 你们这边几个六级行会呀 见男忧他们都是外来野人 对云端城行会格局还不怎么了解 五家吧 见鬼说 嗯 那就五个吧 见男忧说 营地这边不着急 你看现在这情况 咱们这儿也是干瞪眼 不如和那边一起去刺杀会长 见鬼听着也渐渐心动 对呀 计划听起来相当不错 而且呢 条件放大 一次性就刺杀一批 数个任务一起完成 很合适啊 好吧 见鬼点头联系顾飞 不忙行动 我们过来一起配合 啊 顾飞没料到这结果 你那边都谁呀 顾飞报名字 雨天他们都叫出来吧 哦 等等 顺便领了任务出来 见鬼说 领什么任务啊 多领几个会长 咱一次就做大协 见鬼说 哎 凶残 太凶残了 顾飞发现 自己明明是好人来着 得 最新消息 见鬼他们决定也过来帮忙 计划放大 一次引诱五大会长过来 一网打进 顾飞这边宣布 五大 无事之间任务领不了 采云间的顾小商 我打过一点交道 那个姑娘 我不认为会上这个当 因为他们行会比较自得自乐 发展起来 但并没有什么争霸的心思 习小天说 那就四大会长 无事之间没任务啊 哎 没任务不影响我杀她 顾飞说 狠 一个比一个狠 云霞对现在身处的团队 渐渐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羞羞脸在一旁 越来越用京剧的目光 打亮着所有人 这样啊 那任务不能乱领 我们来好好谋划一下吧 习小天说 于是非常逆天行会 开始集结 准备正式进行第一次集体活动 其中新调入的三名姑娘 两位表示 就继续和谐地对在城里当凑数的就好 另有一人表示 她要出来参加活动 嗨 小柳 顾飞和柳夏 打招呼 这也算是她认识很久的人了 不过来往比较少而已 之前姑娘一堆一堆 也没顾上和这种有点私交的挨个打招呼 会长大人 柳夏也沿用了重生紫荆 目前对顾飞的称呼 这称呼三分是调戏 还有七分 也是调戏 你好像胖点了 哦 看出来了吗 柳夏是个瘦得过分的姑娘 所以对她说胖 反倒是觉得有点欣慰 嗯 以前觉得一巴掌就可以把你拍断 现在看来可能得两巴掌了 太暴力了 羞羞脸往表哥身后躲 悄悄告诉表哥他想退会 不要怕 都是好人 乘战期间杀人抱不抱装备啊 要是调装备还能捞点外快 都是会长级 那油水 贱男优职业病犯了 既然都搞出这场面了 其实不如把拍卖假戏真做 到时候收了钱再办事 习小天也冲动了 都是好人 羞羞脸问表哥 有哥都解释不下去了 连忙出来搅和 说任务 说任务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顾飞也火了 老板别生气 我们说笑的 胶水连忙解释 都认真一点 成战呢 到时候尽可能的多杀人 顾飞说 羞羞脸死扯着表哥不放 他很坚持 都说任务行吧 求求你们了 又哥快哭了 以别安慰羞羞脸 表妹别闹 要退也要等等 现在就二十个人 你一退 行会不就散了吗 善良的表妹被这理由说服了 继续缩在表哥背后 这次任务 我建议起个名字 就叫斩首行动怎么样 斩进这帮大行会的首脑 火球也开始活跃 他比较喜欢 这些华而不实的玩意儿 好了 谈正事吧 见鬼作为会长 终于讲话了 这对乱七八糟 多方来路的人 倒是都很给见鬼面子 一看他说话都静了 现在暂定四个会长 无事之见 你留而上 云中目底 黑色食指 这些人 大家都是知道的吧 见鬼说 知道 好巧啊 是不是会长的名字 都是四个字啊 你看我以前行会也是的 英种月仔 不过现在不是了 见鬼老大就俩字 不过罪哥现在当会长 也是四个字 奇怪了 为什么你们都喜欢四个字的名字呢 火球滔滔不绝的歪楼 所有人侧目 你有资格出来谈论名字 顾飞问 火球一争 大名 他游戏中最大的败笔 就是这名字了 都不要出来打叉行吗 见鬼擦汗 这行会领导够费劲的 众人又沉默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因为目标的特殊身份 所以我们不能把对手想象成是一个人 我们要做到的是 一击必中 一出手便杀一个人 现在看一下对手的资料 见鬼的试一下 佑哥得意的拿出他的情报本 众人上前围观 佑哥遭遇当头一棒 习小天在看了数据后 佑哥 你的情报不带更新的吗 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这三件装备无时之鉴早就淘汰了 呃 是吗 佑哥一争 一流而上也是 这两件他很久不用了 你看看 这个才是他现在的装备 习小天甩上自己的资料 呃 是吗 佑哥连忙接过 如饥似渴的研究 云珠目的和黑色食指的装备呢 佑哥继续请教 这两人的情报我没有 习小天摇头 酒梅在云端城 资料可能是有点旧了 不知道清楚的资料 那就有点麻烦了 不麻烦 我和见鬼一人秒一个就行了 现在人多 我们两个 想还是可以不起眼的 混在其中的 顾飞说 法师蒙脸的话 还是比较显眼的 鬼童说 四大会长都认识你吧 众人撇顾飞 顾飞好郁闷 这么重大的斩首行动 难道自己在一边放分 其实如果猛烈的坏下妆 未必那么容易让人认出来 落落忽然道 你想干嘛 顾飞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会里的五姑娘是专业学化妆的 叫她来给你弄一下 起码可以达到不细看认不出来的地步 到时你人堆里一站 衣服换了脸不蒙 估计就不至于引起注意了 没准就能蒙混过去 落落说 五姑娘 哪个五姑娘 顾飞搜刮几亿 五月花开 行会里的姑娘你认识几个 落落鄙视 五月六月七月 行会里有这么多月子姑娘吗 顾飞诧异 什么叫月子姑娘啊 在场姑娘都怒了